最後我們來看威力導演的輸出 因為免費版的輸出有一點點限制 但它最高還是可以到Full HD 1920x1080 可是你要找這個地方 找這個地方在哪裡在這邊 有沒有輸出檔案 上面這裡 你按下去之後當然最好你的專案檔要先存一下 專案檔先存一下 你按輸出檔案之後 因為我們現在用的是免費版 所以如果你用標準的NPEG啊這個啊 它會告訴你這個是給就是付費版用的 那免費版怎麼樣才能夠輸出比較高解析度 請你特別記得要用這個Windows Media 也就是WMV這個格式 一定要用這一個 這一個 好我點了 點了之後呢 你就可以從這個地方設定檔裡面 你可以找到最高的就是輸出到這一個 有沒有1920x1080 這個是目前免費版 你要輸出比較高畫質的時候 一定要留意的地方 你不能用標準的API 或是MPEG-4 你要那些格式 你就必須要做一個轉檔 好我選擇這個之後呢 你可以直接選擇你要輸出到哪一個資料夾 選好之後就請按下面 有沒有一個開始 這樣了解了嗎 好這個是你用那個免費版本 稍微留意一下它的限制是在這裡 其他的大多數功能真的都是一樣的 好都是一樣的 那我最後呢再回頭看一下大家的白板 請問這樣有沒有什麼問題 時間已經超過了 剩下十分鐘 如果你有問題的你可以先留下來 如果沒有問題的真的可以回家 那我們上課的這些資料就是會繼續公布在玩弄這邊 好多影片啊 你要上去看也可以 到時候我回去整理一下 覺得還OK的 我也會放到YouTube的頻道上 好就歡迎各位再來複習一下 OK謝謝大家